3月15日,瑞士信贷的最大股东只用了四个字就在全球市场烧起燎原之火 当沙特国家银行表示绝对不会向瑞信增加注资时,直接导致瑞信股价崩盘 瑞信集团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5%,并创下历史新低1.55瑞士法郎 债券跌至预示财务严重不良的水平 而在一天之前,瑞信首席执行官表示,银行业务已经有所改善,恳请投资者对该行抱有信心 瑞信的信贷违约掉期价格在周三升至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未见得高位 原因在于投资者纷纷担心这家银行存在违约风险 对于还因为美国三家地区银行倒闭而心有余悸的全球投资者而言 瑞信的危机给了他们卖出风险资产,买入国债避险的新理由 欧洲基准指数下跌超过3%,标普500指数跌1.5% 短期德国国债和美国国债飙升,收益率下跌超过40个几点 知情人士透露,瑞士政府和瑞信集团正在讨论稳定该行局势的办法 美国总统拜登3月14日造访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 并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购买枪支背景调查的行政令 该市的一家舞厅在今年的除夕之夜爆发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11人死亡 拜登在发表演讲时阐述了他遏制枪支暴力的最新努力 该行政令指示内阁制定一项计划 优化政府职能,以支持遭受枪支暴力的社区 该计划呼吁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加强对联邦许可枪支经销商的规范管理 让他们必须进行构枪背景调查 拜登还要求联邦执法部门更好的报告弹道数据 以便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将弹壳与枪支相匹配 还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一份公开报告 分析枪支制造商如何向未成年人营销 以及如何利用军事图片向公众营销 加州一家上诉法院近日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 认定打车服务公司Uber和Lift 有权将其驾驶员视为独立承包商 近年来,针对打车服务公司应将其驾驶员 视为正式员工还是独立承包商的问题 加州各乡官方陷入拉锯战 2020年8月,该州一名法官裁决 Uber和Lift必须将其驾驶员认定为正式员工 驾驶员可以享受公司的福利待遇 并有权组织工会 2020年11月,选民投票通过了加州22号提案 允许Uber和Lift等打车及送货服务公司 将其驾驶员归类为独立承包商 使Uber和Lift等公司不必遵守员工最低工资 加班费以及赔偿等方面的义务 这些公司可以根据驾驶员的工作时间 来提供相关补偿及福利 一些驾驶员试图推翻加州22号提案 并得到下级法院的支持 2021年,加州一名法官裁定该提案违线 美联社报道称 13日的裁决可能还不是最终结果 相关方仍有机会向加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洛杉矶联合学区工会领导人将在3月15日宣布 为期三天的罢工时间 罢工将涉及教师并迫使洛杉矶公立学校关闭 超过42万名学生将受到影响 预计将在未来两周内 居行多达6万5千名工人的罢工 这将是全美第二大学校系统 自2019年为期六天的教师罢工以来 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全面教育中断 代表巴士司机、看守人和食堂员工等工人的工会表示 他们罢工是因为不公平的劳动待遇 要求加薪30% 在与学区进行了近一年的谈判后 并没有取得成果 代表教师、辅导员、护士和图书管理员的工会 也计划罢工 并寻求在两年内加薪20% 学区说 他们已经给出了有史以来最优厚的薪酬提议 其中包括加薪15% 洛杉矶联合学区学间阿尔贝托·卡瓦略表示 如果罢工真的发生 很可能不得不关闭学校直到罢工结束 且没有线上课程